女神特訓班 幾枚弄眼 考驗妖莉眼其實 好就她了 你喜歡這種太空路線嗎 未來感啊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她挑什麼 只要是她喜歡的我就會喜歡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明川 歡迎來到女神特訓班 既然講到女神 就要邀請到現場兩位不同類型的女神 一位呢是我好久不見的妹妹 哈囉大家好我是妹妹好久不見 老師 那另外一位呢是很多這個宅男的最愛 而且寫真集非常的精彩 寫真集裡面呢根本是個服裝秀來的 我們歡迎熊熊 哈囉大家好我是常常 今天呢要跟大家講就是 事實上現在的女生朋友有各式各樣的風格 不管是在造型上 或者是在這個生活上 個性 個性上都不一樣 你呢除了要有自己的個性之外呢 有時候呢你也可以改變一下造型 讓身邊不管是男朋友啊 或者是老公啦 或者是你心仪的對象啦 甚至是你自己身邊的好姐妹 都有不同的印象 那今天呢節目當中 除了兩位女神到現場 我有特別幫你們安排 也希望能夠幫你們激出一些愛的火花 我當然第一個安排就是男神級的 誰啊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好不好 好 據說身材好得不得了 身材很好 最重要的是 這麼好 連動物看到他都會融化 期不期待 期待 可是不會出來整個就是不一樣吧 不會啊 因為我這個人是屬於老實的路線 有什麼說什麼 絕對不欺騙觀眾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第一位 最帥男神登場 歡迎宣瑞 謝謝 哇賽 帥得不得了耶 那宣瑞這個拍完戲之後 這個 終於出來跟大家見面對不對 對 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張宣瑞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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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接著下來 既然兩位女神到現場 我們不能只安排一位 這樣大家會有點搶 對 就是你知道搶不過來 不公平 那這樣這一位是頂昂大 不就更帥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沒錯 接著下來我們要歡迎 我們這位 國際巨星 誰啦 國際男神請登場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number of one is 歐巴來了 你要不要 哇 超台 怎麼會來了 老師介紹錯人了吧 我是從馬來西亞來 在韓國傳記 誰你你啊 我本來就是想說現在 你知道 人夫也是大家的最愛 所以我特別 就是跟問來無尊 就是請無尊來 怎麼來了這個無尊呢 沒有 因為他說他沒有辦法請我來代班 他說反正也是差不多的 不要看我這樣平常我是帥 今天我是怎樣 怎樣 怎樣 帥翻了 要不要就翻過來給大家 我是帥翻了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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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這個做分組的這個小遊戲 因為畢竟你知道 機會跟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應該大家都想跟張宣睿一組吧 怎麼知道 天堂地獄 你不准你這樣說宣睿 我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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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沒有那麼簡單 一定要通過一些考驗 開始 我用幾眉弄眼 啊 一眼到了 我可以後倒嗎 我可以後倒嗎 加油 很耐 你就直接跟我一組了 超高的 不要來鼻了 孫哥啊 因為你的牙齦有一個很好的那個 擋椅板的作用 你要不要示範給大家看 示範給大家看 你用地上的就可以 我用地上的 對喔 不要讓鼻子餅乾 不要讓鼻子餅乾 我覺得你可以喔 因為到嘴巴那裡 正好你可以卡住 等一下 為什麼連餅乾都動不了 快點快點 你看 哇塞 哇塞 我覺得快了快了 快了 快了 不行了啦 加油 加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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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難 好 所以我知道是我選對不對 對你選好了 好算了 你選 兩位嘉莉 不要刻意一點的 不看我好不好 我們跟你有這個低類接觸 你們先各自對看 這個十秒鐘放電一下 看哪個電流比你比較適合你 好 我想打他 我們先從熊熊開始好了 好 十秒喔 你看哪個電流比較有跟你match到喔 好 再開心了 再開心了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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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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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電 GO 好就他了 什麼 什麼 我剛剛的肚子很高了 那才是我 是他了 所以你是一種發揮人膩緊膩的心情 對我喜歡二斤 我喜歡姐姐類型的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 永遠的美少女妹妹 徐沛給你 好 今天呢 既然是特訓版對不對 剛剛我節目一開始就講到 我們除了自己穿了要好看之外 也要男朋友喜歡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兩位男神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你們的喜好是什麼 我喜歡 活潑 活潑 大方 大方 愛運動 糟糕什麼什麼運動 超愛運動 這樣子 可是他也愛運動的 走開 而且 這體育系的 我告訴你 不大體育系的 走開 那那個外型呢 外型喜歡眼睛大的小的 大 大的眼睛大的眼睛大的 那 身材要大的還是小的 要大的還是小的 他聽不懂嗎 大 喔 還是大小 那熊熊你是 大的還是小的 我應該是大的吧 不是應該 不是應該 我想說全國老百姓都知道 我只是做一個溫馨的提示 所以今天我們要聽 熊瑞亞節目當中 也是要拯救女神 因為呢 最主要就是要 剛剛講到 造型嘛 要看看兩個男生 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完成他們心目中 女神的模樣 當然最重要 要所有的網友的加入 因為呢 這個兩位男生 幫我們的妹妹 還有熊熊 打扮之後 看你喜歡哪一套 如果喜歡熊熊的 請按這個符號 如果喜歡妹妹的 請按這個符號 我們最後的這個投票呢 將成為獲勝的關鍵 那就端看二位男生 待會怎麼樣幫你的身邊的女神 好好的打扮一下囉 到底兩位男生心目中的完美女神的造型會是什麼呢 來 Here we go 計時三分鐘 Go Go 今天 我要幫她好好的挑一步 平常其實我在稍微研究穿搭 但是 OK 我跟你說 今天 我還特別 有準備 有準備 殺手劍 要好好的幫她準備一下 殺手劍 摸摸球 來吧 要挑適合我喜歡女生類型的服裝 是要活潑 要穿起來是看起來是大方 然後又要浴度 然後又要浴度 殺手劍 嗯 哈哈哈哈 我先看看 其實我比較喜歡女生穿休閒 簡單就好 今年最流行的是 為什麼 為什麼 駝色大地色 那要不要照一下 我可以救你嗎 這種之類的 落金喔 我覺得她很好 欸 蠻適合的 這是什麼 你喜歡這種太空路線嗎 未來感啊 她是她自己想穿的 女生的女生 你不要以真正的力量 我今天沒有要當真真 這個其實蠻適合真真的 你不要跳真真的 你不要跳真真的衣服 對不起 我不然把私心放下來 你待會兒再去逛你的衣服 還可以 Henry的籃子裡 怎麼一件衣服都沒有 我還在看 你還在看 我還在看 你還在看 這個會 你應該想女生的衣服 她自己想穿 應該不錯吧 你不要以真正的衣服 她要有穿什麼衣服 這個 這個是誰 你的大地色 這個 喔 老奶奶 然後搭著黑色的寬褲 然後搭著圓盤 黑色的圓盤帽 聽起來還蠻有點樣子 妹妹有望 記得如果喜歡妹妹的 要投票給她喔 好啦 還是希望大家投我們一票 對喔 謝謝 妹妹是動靈女生 剛好 老奶奶 老奶奶 你 你要講壞話就講小聲一點 你不是 我跟攝影師在講悄悄話 不要偷聽好不好 妹妹人好好 你那就是王子 萌 很萌 你真的選三鞋 三鞋萬歲 對 對 這不是 花蛋 來最後十秒鐘 不是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應該應該 應該夠了 二 一 一 下好離手 我不想面對 我不想面對 不想面對 我們就請兩位女神 直接拿著籃子的衣服去 更換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 男生肌目中的女神 變成什麼模樣 讓我們歡迎兩位女神出場 好期待喔 哇好可愛喔 好美耶 這是我沒有看過的熊熊的樣子耶 好可愛喔 怎麼說你一個人 欸 欸 我對你 我不要對你 你走路有點氣質好不好 你會 你會毀了這件衣服耶 我覺得 無尊你真的很有問題 不要因為我頭髮懶得灰了 你就給我跳老奶奶的造型好不好 是不是頭髮懶得灰了 都已經跳那麼長了 你為什麼還在叫一件長褲啦 沒有 是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覺得他是長版 我不知道他是 你穿起來會變裙子 他很保守 確實 因為男生其實分不太出來 長版跟洋裝的差別 宣瑞這套還蠻好看的 真的 而且我自己沒有穿過這種風格 對我從來沒有看過熊熊穿這樣的衣服 對啊 從來沒有 那我咧 我從哪裡走出來的你說 他也是森林走出來的啊 配森林 但是妹妹這一套我必須說 因為在日本跟韓國 確實很多人這樣穿 有加褲子嗎老師 有加褲子 真的假的 畢竟那裡比較冷啊 真的假的 那有加這頂 有點像是 從黑森林出來的帽子 那是絕對的 真的假的 只不過如果像這樣子的服裝啊 你要避免讓他變成女巫 這邊要稍微有一點點 摺一下 摺一下 讓他有一點點 你知道看起來比較活潑一點的感覺 你要讓他就是這樣鬆散散 那還是裡面的褲子應該要選和一點 沒有沒有不能選 寬的 真的嗎 因為你選和的就是馬上可以 讓大家知道你是老妹 只有老妹會在這種長版衣或長洋裝裡面 加合身的牛仔褲 或雷股 我剛才講的 買寬的 買寬的 今年流行的是寬褲 如果你一穿上合腳的 就是老妹 我討論合腳的 沒有 我家都寬的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服裝 有點寬寬大大的 你就要讓你的四肢可以露出來 所以你看稍微捲一下 手露出來之後 整個人看起來比較輕鬆 好像有 比較年輕一點的感覺 比較精神的感覺 是的 那熊熊這一套 我是有點廢宜 猜你手上是什麼東西 他幫我挑了一個手環 但我戴不進去 我就把它拿著 可是它有搭顏色 那你知道這個是可以這樣打開來的嗎 是 對 對 對不起 那熊瑞幫我們戴上好了 你會嗎 好我拿 其實也沒有戴 沒關係 我讓你嘗試 這蠻搭的 對它有搭 你看 比你好多了 你可以的 你們手的距離 要小心 不要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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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就這樣 對 好讚喔 手錶的造型 好有品味喔 隨便戴都好看 是不是 你羨慕我 你羨慕什麼 我才羨慕欸 所以你這一套的 這個搭配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這套你真的改造了熊熊欸 真的 完全變不一樣的我 其實就是覺得女生穿起來簡單 然後看起來舒服 簡單舒服 大家有筆記起來嗎 軒瑞喜歡簡單舒服 簡單舒服 無尊的這一套 你的發想是什麼呢 我的發想 是因為我覺得今年很流行大地色 然後駝色啊 綠色這種之類的 所以我就搭了一個界黃色的上衣 然後鞋子我想說為了搭上衣 所以選這個顏色 那因為選得太急促了 就隨便抓了一雙這個顏色的鞋子出來 他換一雙鞋整體感會更 不一定要高分姐 我現在隨便拿一雙 什麼 就算是這種 看起來很阿嬤的這種拖鞋 可以這樣搭嗎 其實可以嗎 可以 絕對都比你那雙強 真的喔 你看歐美街拍那個布魯克都是這樣 真的也可愛很多耶 因為它其實這邊已經真的很玩去的感覺 所以鞋子就很可愛耶 那冬天的時候你可以穿一個黑色的襪子 等於有點像是你黑色褲子的延伸 然後一定要讓黑色跟白色對比做出來 因為你要凸顯這個鞋子 它本來的設計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搭配造型的時候 你可以打破一些基本的邏輯 女神特訓班的重點呢 當然是要所有的網友的參與跟加入 記得我們有兩個符號 喜歡熊熊 喜歡張宣睿 心目中女神的造型 請按這個符號 喜歡無尊孫生心目中的大地女神 請按這個符號 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所選的這一套 而且很可愛 其實蠻可愛的啦 捲起來的袖子其實 老師稍微一改造之後 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那你拉票一下 好希望大家看到我今天這麼衰 然後跟無尊同一組的份上 大家可以投給我這一票 謝謝大家 請票 張宣睿 就是希望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搭配的這個造型 對 請投我們一票 那今天這兩套造型呢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當然呢 最主要女神特訓班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女神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面貌 而且這些不同的面貌呢 會讓你創造出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最後呢 我們要謝謝我們兩位男神 謝謝 希望下次再來 好的 謝謝 謝謝我們 是我們被大改造的兩位女神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很不一樣 那女神特訓班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收看 掰掰 掰掰 掰掰